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应该要介绍我们CASIDAN的周议员 未来的周议员 我们的CASIDAN的候选人 希望联盟的候选人 我们有Alexia今天跟我们在一起 Hello 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有两位美女陪着 我们来一起直播 可以啦可以啦 盖着一半的脸 可以啦 已经可以看到是不是美女 反正盖着一半的脸 对对对 那么今天其实我们呢 我觉得我们做了这么多的 两个礼拜以来呢 这整个竞选区 我们其实做了很多比较硬性的一些活动 就是说比较多的一些讲座啊 然后有一些愿景之类的很多video出来 那么今天已经来到了我们这个竞选期的最后一个星期 我想说来一个比较温和 比较私密 比较线下一点 我觉得就是比较可以私人一点的 交心的一个活动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候选人的话 不能只了解就是那些晚上写的什么报告啊之类的 做了什么新闻 我觉得要了解那个人本人是一个讲的性格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其实刚才我们已经问了Alice Alice讲我们今天要问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 可是我不会为难你的啦 可以 没问题 OK 可是如果到时候有谁观众要问一段问题也可以吧 可以 对不对 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呢 要询问的都可以在这个我们的留言板下面就是留言 那么我们会把那题目抽出来 就是问我们的Alice啦 那么首先刚才其实我们在开始之前呢 就已经谈到很多 包括说我们了解一个人呢 都是要从他的私人生活开始聊起 比如说Alice他的介绍很可爱的 他一开始介绍 大家好 我是Alexia 我是三个小孩 一婚有三个小孩 那我觉得为什么会把这个先放在你的介绍前面这样子 OK 因为这个是从经验累积的 讲讲 因为一开始其实我们就开始想到很多 我叫什么名 我来自哪里 我住什么学校 读什么学校 哪里做工等等 我觉得这个只要我直接了当了讲了这三个 哈喽 大家好 我是Alexia 已婚 38岁 三个小孩 那其实就基本上就感觉上是我已经介绍完我自己了 那我们可以直接进入重点 其他的事情 那那个是不是代表就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三点 对 那当然对于我来说 自己的家人其实就是自己最重要的人 那可是当你做了议员之后 你除了有自己最重要的人 你还有最重要的选民 那就变成你身后的一部分了 所以你就爱你的选民好像爱你家人这样子了 对对 有没有 家人会吃醋吗这样 哇 我觉得家人要 你把新分给我还不够 哇 还要分给那么多人 你有没有搞错 其实因为当你 在一段时间经过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社会上 有很多人他们其实是蛮可怜的 他们其实就是想要得到 比如说政府的关心 政府的这一个资源或者援助 或者是得到YB的一句问候 他们就很开心了 他们认为至少是有人在关怀他们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从 你做议员之后 你看到有一些人真的很可怜 那当他们就这样子的话 你变成从你的这一个同情心开始 慢慢慢慢就接触他们 当你帮到他们的时候 那种喜悦是你不能够以金钱 或者是以用什么东西来衡量的 可是我们现在就慢慢讲回政治了 在我们讲回政治之前 我很想知道你十年前 你跟你老婆认识是十年前吗 对 那我和我太太认识 其实在2002年 在读书的时候 差不多 同学吗 在读书的时候 不同科系 可是是同一所这个学院 所以我就想知道 你十年前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你怎样是可以让你太太感觉到心动了 是你先sop到他 还是他先sop到你 OK 十年前 那其实如果线上有我认识的朋友 看到有些是我认识的朋友 那他们应该会知道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其实我也算是一个蛮疯狂的人 疯狂就是属于那种 我们可以很放得开 很谈得开 然后也不需要很斤斤计较那种 我甚至一辆车那时候和朋友一起 我们甚至就是 就是可以到半夜三四点四五点 就是这样 然后当时的我是属于光头的 没头发 真的 好想看 你自己替光头发 那时候我是剪波达的 就是在第一年的时候剪波达 那第二年的时候就开始 头发就长出来了 OK 然后你老婆是怎样 你跟你的太太是怎样 老婆是因为你的光头形象而喜欢你的吗 那时候是瘦瘦高高 然后就是其实在学校的时候 我是蛮喜欢参与 我们在学校的所有的社交活动 什么团体去露营 去camping 那我所有的我都尽量的参与 那甚至带这一个我们说junior 我们就讲去在这个活动上面 办得成功 那时候就是我们就拿第一名这样子 包括king queen的时候 在这些 选 queen这样子的 这个学校的活动 都在全部都参与 那甚至 我曾经有做一个更疯狂的事那时候 我好想知道 是什么事情 那时候是在 松爱旺 那时候我在读书的时候 松爱旺是 松爱旺是在吉隆坡 我也是在讲 这次马六甲也有一个 松爱旺是金河 金河广场 那时候在我们读书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是蛮红的一个地方 那时候还记得 他们还有这一个 就是不是学美吧 是叫做怎么去穿carewalk 我挑战自己去穿鞋 我记得那个年代 虽然我蛮年轻 可是我记得那时候金河 每一次都是有这样的活动 就是有那些什么artists entertainment的 去carewalk 我刚才有不同年代 真的吗 我身上的环境里有这样子的东西 可能你住的地方不一样 因为我是在吉隆坡 附近长大 他们蛮出名这一个的 那时候 所以那时候我就说 我是蛮敢挑战我自己的 就是包括我在学校 所以你就有carewalk了 唱歌还好吧 可是我甚至在学校我去参加歌唱比赛 我是谁那种 等一下可以唱一段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社会当中 没有说你能不能 是看你敢不敢去尝试 所以这个也是从磨练开始一步一步 那如果说回我以前的话 其实我在中学的时候 可能就是比较文静的一个人 那没有人 如果认识我的朋友 从小学中学 当然我小学的时候 当然是非常调皮 大概从3、4、5就开始就沉淀下来 比较安静 然后读大学的时候 又开始就是参与社交的活动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让你在出来社会之后 你能够面对所有的这些挑战 的一个这一环 所以我是鼓励 如果说像在读大学 读学院的 我就告诉他 你要敢敢去参与所有的活动 这个是你人生的 这个难得的一个经历 是买不回的 所以你参与了那么多活动之后 那些活动是有没有影响到你觉得 我是有对政治也是有一点感觉这样子的 有啊 其实这个就是在社会的活动当中 你就是磨练你的这个领导能力 那当然你就遇到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这个背景 他们的想法不同 那你怎样去在磨合当中 让到他们能够团结上来 当然这个是非常挑战的 可是可能对我来说 我的个人的这一个 可能说比较 我们说优点啊 就是我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 我可以听到完你要说的东西 其实很多人都希望找到一个聆听者 让他倾诉 包括你的太太 那这一个方面我觉得 就是人生的这个经历 就是可以通过不同的环境 磨练来成长 所以讲了这么久哦 到底是怎样嘴的太太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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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好吗 差不多一整年 每次在图书馆的时候看到 我就告诉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路友在线上 叫Alvin 他是最了解的 Alvin进来爆料 我就遇到他了 他又来了 可是不敢跟他做朋友 我以为你是一个很outgoing的 当然我是 可是当你要这个认诚的时候 你就比较开始要收敛 那到最后有一天 我就觉得不能够再错过机会 难得看到我的朋友没有在 不会排斜 不会不好意思 就赶赶的从上前跟着他走 走到要到 上前跟着他走 这个高速上有点小变态的感觉 没有这种鞋 很容易被别人误会 因为那时候我是觉得 他要去上课了 他在朝着他的课室的方向 我就要告诉他 想要告诉他一句 小姐可以认识你吗 那我一过去 在他旁边说要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刚好转头 他朋友讲话 就直接走掉了 还有那种 那种爱情 爱情 那个什么movie的那种感觉 然后到底你什么时候 跟他讲话 那之后就 他的朋友就看到 刚好是我的同学 或者小学同学也知道了 他就开始 慢慢有人透露了一点 那就一次真正的 刚刚好说 小姐可以认识你吗 就这样子认识了 所以这一招真的是还管用的 所以朋友的助攻很重要 我看到线上 陪好多个放笑了 大家其实都很想要知道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时候 我们在宠政的时候 讲到很多政策 很多东西 大家都了解我们的这一面 可是作为政治人物以外的 就是私人的另一面 我想大家其实都蛮想知道 而且通过这一些小小的东西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是怎样塑造一个人 是怎样做事之类的 然后有时候当然 有一些共同的一些笑话 来让大家笑一下 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 而且我们也是可以 互相参考一下 因为我觉得其实 当你在政治里面的时候 特别是你如果是做到议员 你才会发现 其实做一个议员 你怎样分配时间 是一个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 这个东西 你的时间都不是你的时间 对 你的时间 然后该讲 真的是都不是你的时间 太太是一个爱人而已 居民就一大堆 是不是 可惜当有多少个学民 三万多 三万多个爱人 你要怎么做 所以我就想知道 其实有一个东西 我很好奇 就是你讲的是十年前 跟你太太在认识 这样子 最多久 最多久 认同我的问题的 请给我like 里面有一个 刚好看到这个评论那边 有一个 我的一个好朋友 就是在大学的 在里面的 So sweet 签问 签问 So sweet 来 注意多久 那时候可能 不久吧 可能几个月 那我就去到他的家 就问他数学 怎么做吗 不谢谢 我是问他account 问他account 那当然 他很认真的在教 可是 你没有认真的在听 没有 其实我已经听得懂了 我还是故意问问 其实你懂的 那个题目 对不对 对 制造机会 就这样子可以接触 其实他会不会也知道 他会不会想 这么简单的题目 你为什么要跑到我家来问我 然后那个时候 或者是变熟还是告白 开始慢慢熟悉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恋爱的过程 就是每一个人 都会有一个 自己的这样的经历 那可是 当然 我们说 这一个 在社会上 可能 现在的社会 可能有一些 是保持单身的也蛮多 那当然 单身有单身的好 他有他单身的自由 有单身的 想要做的事情 没有这个耶稣 那我那时候就 当我一毕业 我也是想说 我就开始想 我们结婚 反正的认识这么久了 几年了 那我是想说 先成家 后立业 当然我当初有这种想法 因为我觉得 一开始辛苦 没关系 至少是之后 我们比较轻松的时候 能够在拼的时候 可是人家的小孩 开始在雇小孩 其实有两种 不同的这个层面 其实我就是刚刚想问 可是不是去打断了 我就是想问 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还没有进入政治 你也不是一个议员 后来你进入政治了 然后我相信 你那时候进入政治 还没做到议员 可能你也是会花很多时间 那其实他同意 就是你的太太 他会觉得很浪费时间 还是他会觉得 他也是跟你有一样的看法 你就觉得你要为国家贡献这样子 当然他在这一路以来 都是蛮支持我 然后即使他知道 我们在做的动作 好像是傻乎乎的在做 那时候我们在 我们的这个乡村 那如果线上的朋友 有这一个 我的同甘榜的人就知道 我们几乎在那时候 2016年 我们每一个星期 几乎每一个星期 我们都是在建报 每一个星期建报 虽然我在那边就完全都不知道 我们从头开始 每一个星期 或者每一个月 我们都会拍着一个火箭报 到马来区 就两个 我和我的这个助理 傻乎乎的 就这样子跑去 每一个甘榜 我们就一间一间去 也不怕人家骂 不怕人家赶 我们认为这个资讯很重要 我传达给你知道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社会 总有一天会改变 我们是这样子想 就这样子一直去 那我们从中就发现到 其实那时候的人民 他们也是在追求 一样东西就是要改变 对 所以那时候那个经历 我觉得是一个 蛮 很甜美的一个回忆 就是我们在做这些 为社会 撒糊的那种撒劲 在重拼 等一下 我在那边看到一个留言 你的朋友又出来了你 他全民就讲说 其实YB唱歌也是一级棒 刚才有说 刚才有说 因为他去过金河参加过 是金河 不是 那个学校 学校比赛 那是Catwalk 那是Catwalk 他不是唱歌的 来唱一句 唱一段 你最喜欢唱的是哪一首歌 你骗到老婆是哪一首歌 没有 什么感觉 其实我对我个人 我是对每一首歌 我都不会特地去说 要唱什么歌 可是就是比较 有定情曲的吗 你比较喜欢 就是讲一个 specific的明星歌星 还是你喜欢一个 specific的曲 这样子 你是哪一种人 曲风 我是跟着曲风 就比较 不会 怎么说 有摇滚的 有抒情的 有rap的 比较抒情 比较抒情 你最喜欢 不啊 随便一个 随便一个 你讲要唱歌 喉咙痒 等下 没关系 我们有谁 我们有谁 哎嘿嘿嘿 马可 对了 不好意思 哈 来我们 饮景尝叹 你在 有一口水的时间来想 一口水的时间来想 有什么歌 是好 有什么歌 就是比较抒情的歌 有什么 甚至你听的比较多 是谁 嗯 其实我个人 我不会特定说 啊 喜欢哪一个歌手的歌 不会 我就是听到那个歌 当我喜欢的时候 嗯 我就用 手机记录下来 嗯 他的歌名 那我就问朋友 哎这什么歌名 蛮好听一下 嗯 嗯 所以最近呢 嗯 你这样讲的 他最近 他最近听那首老歌 不是很老了 哈哈 随便 哎 满足一下你的朋友的 那个高歌一曲 周华健的歌 哇 有点歌了吗 开始点歌了 全部 开始在点了 周华健的歌 你比较 哦 你会唱吗 周华健的歌 嗯 都会啦 来 来 不要讲会吧 来一段 不然我们不要continue了 不然我们不要continue了 我们这个话题过不去 我们就已经 过不去 我们就会讲 来 我再看歌词 看歌词了 看歌词了 这种歌词了 这种歌词了 你喜欢的歌对吧 一些我喜欢的歌 就是你 哇 有写 哇 真的是有做准备的 写起来 有什么歌 还是可以唱 我也是这样的 因为你写了那名单 就是以后你去唱 可以比较容易找 对不对 我就放在Spotify 我现在是放在Spotify 可是就是以前 我都会写下来 然后就是 我去唱可以 一定不要miss这个 那个 所以你不要miss的歌 是哪一个 来快点 都没有 我就随便唱一个 好 感动天感动地 哇 来 鼓励 没有 一句吧 一句吧 可以 可以 是怎样唱歌词了 哈哈哈哈 你没有考虑 我们的 我大概倒一点 ok ok 找到魂魏给你了 来 我感动天 感动地 怎么感动不了你 希望你可以感动到选民 有选民有感动到吗 有的就 多一排爱心 我们再看 我们再做一场 所有一排爱心 来 所有一排爱心 我们开始在点歌 我觉得我的朋友 Jazeline Lim 在点朋友 朋友一生一气 我们现在开始播直播 来点歌 没有问题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喜欢 然后还有 爱香水 爱香是什么 人分飞 爱香水 那是什么 我不知道 又惨 是不是因为我们有 Generation 我比你 其实老哥 他们其实都蛮 他的歌词 跟他的那个 我们说他的曲 其实都不会过时 都蛮有含义的 对我们来说 可能年代 年代 他会过时 可是老哥 其实不会过时 所以呢 你有看到了 刷了 一排爱心 很多爱心 超级多爱心 就代表现在要继续吗 继续多一首歌 继续多一首歌 刚才有讲到 周华健的歌 朋友爱香水 我好想问哦 你之前就是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嘴到你老婆了 可是肯定有一段时间 是你有为你老婆唱过 歌的嘛 对吧 你第一首为他唱的歌 你还记得吗 你竟然可以知道 那个黄色 我还记得我第一首 第一次都蛮唱的歌是在 我们在 这边有Skama的朋友 应该知道 我们在 在小岛 小岛 那个cafe的名字叫小岛 那时候就唱一些歌 你唱台唱给他听 感动到 来 哪一首 比如说哪一首 其实忘了 不懂了 太久了 太久了 记得黄色的书包 不记得自己唱什么 可是 黄色书包已经够重要了 对对 像我那时候 我的女儿也问我 爸爸你怎样追到妈妈的 哇 几岁问你的 小女儿 那我告诉她 是这样这样这样 看到一个黄色书包的姑娘 这样这样这样 她就跟她妈妈讲 她就知道了 OK 这边 全民有讲说 下次有机会和YB合唱 然后高连灯讲说 感动到了一定会投你 希望你们投火箭 哇不投 唱一小段的歌 就有人投票了 对对对 不错的事情 所以要唱得多 对 OK不要了 我们唱歌的部分 暂时唱到一点点就给她过了 对对对对 给她过 那么刚才有讲到就是追到太太了 那么结婚的时候已经从政了吗 那时候还没 那我结婚的时候是在2007年 那我们选的日子是 也对马六甲非常有纪念家 纪念的日子啊 就是在五层的这一个 4月15号 这时候是我们马六甲的公共假期 哦 她declare我这一个马六甲成为这个历史主神 历史主神 嗯 所以我觉得 所以你们的爱情也成为了一个很很重要的历史 嗯 我这边有一个留言 WCH Kate讲说 看到YB被逼到脸红 突然觉得很疗愈 你戴着口罩也是也看到她脸红 因为整个人都红了啦 OK 好 我们做过你这样的事情 等一下 OK 所以继续 然后4月15号 那时候就 我觉得在过后 我的人生中的第一个非常记忆深刻的就是 当我的大大儿子出生的时候 那时候第一幕就看到 从病房这个这个开刀的 推出来的时候 看到我孩子那个感动是真的是 我可以问一下 为什么要开刀呢那时候 对那时候是因为 因为突然第一个孩子不是都会顺产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那时候就医生是说 这一个可能 他看到他就是 那一整天没有什么在active 过后 你没钱没关系啊 我们可以写信推荐你到这一个政府的医院 那时候我们就现场在那边 就这样子在那个医院这样子开刀 我很想问那时候你是从事哪一个行业的时候 ID啊 我从第一次开始做工就是做ID 因为我是做 我是读这个programmer programmer出生 所以你是第二份工作就是医员 可以算这样子了 你是怎样从ID那边去参征 而且你第一个孩子已经出生了 对我来讲其实这个负担蛮大 因为我是会觉得做这样的选择 会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因为你在这个行业好像你刚才讲IT 可能你已经是stable了 我觉得稳定了稳固了 然后突然一下要进入政治这一个另外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就很好奇 那其实那时候我本身有到新加坡interview 那个新加坡的公司也录取我 他叫我去那边 那时候我才去 他就告诉我要请我三千新币 就是蛮高的 你才去就要给你三千 那可是我去了一天之后 你还是去了 我去interview了 还请带我去看了 到时要住哪里的地方 带我找屋子那些 不过我选择我不去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的环境和我 我觉得我还是喜欢上马来西亚的方式 尤其马流甲 那我选择在马流甲留下来 那我就和那个公司做part time 当然我的正业还是属于在这个 一个德国的公司做这个ID 那同时间有part time做这个 嗯 嗯 啊 西齐 打扰有广告吗 没关系我们继续 那那时候就 其实薪水这样子算的话 其实蛮 我们这样说 有新币的这个part time 都有这个本地的 算蛮不错 对我来说是蛮不错啦 嗯 那可是到最后就选择把这个 到最后的时候 2007 2017年 我还记得我的这个上师他告诉我 一定要选择一个 你不能够选两个 你要选政治还是选这个做工 嗯 选这个政治 代表你做就是IT的工作的时候 嗯 你其实也是很actively这样子 在政治这一方面 ok 我们 我是每次就是利用放工的时间 我就和这个 我的这个partner 就是一起去到这个 投诉的地点 拍照也好 然后写 我们就 就是 其实就是 很善用时间 抓紧时间 去做 应该做的 为这个地方上啊 那我相信如果是我的Kampong的人 我的乡区的人 他们都知道 当初我们也是很拼命很努力的 想为社区贡献出一份力了 嗯 对的 然后呢 你做了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 你就做了这个决定 2017年尾 嗯 就做了这个决定 觉得你还是想跟你的心 对对 选择 那时候我的父亲 他其实他是其中一个 是蛮大力鼓吹 鼓励我的人 他说没关系啦 这个 既然你的选择是这个 他也愿意在背后可以支持啦 嗯 我也是一样 那时候就开始做part time 做part time 那时候 我觉得父母同意很重要 对 但是太太怎么想 嗯 太太当然她会有一点 她有一定的压力 那 可是 呃 她还是最重要的选择 会支持咯 嗯 因为毕竟这个是我想要的一个 啊 我们说的一个路线 未来的路线就是 怎么对社会 能够提供更大的这一个 啊 我所要啊 想要做的这一个事情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感谢一下 Alex的太太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就是 议员他可以走 那个路到底是可以走多长 有时候 也是要看自己的 partner 或者是太太 到底有多supportive 或者多支持 他的爱人 或者是他老公老婆也好 去走这一段路 因为我现在觉得 好像我 我和时期这样啊 我们两个都还没有结婚 嗯 其实都已经觉得是很困难了 嗯 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是 不知道公平不公平 反正还反正都是 只是有24小时半 嗯 24小时就是要看你自己 去怎样分配时间 对 那对我们两个 其实都已经是觉得很困难了 嗯 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样分配时间 其实像我本身 我们在做 那时候我做这个议员的时候 尤其我们被当选从这个 马路加州政府的时候 我就会从早上 虽然不是行政议员 可是我的忙碌是从早上到晚上 我曾经试过一天15个活动 哇 从早上7点多 就开始去了其间学校 然后从 又不只是在我的选区 就是选区以外的 他们就希望可以和我们这个 能够这个邀请到YB来 一起来交流 我就几乎是每一场都去 那有时晚上的时候 就8点到10点有五场宴会 哇 我五场都去到晚 很难想象 就平均如果你是一场花 差不多一个小时都好 15场就快要15个小时了 对 所以那时候就非常非常 我觉得对于马六甲的华舍 那我们也感激他们对于看中我们 这一个西蒙 他们也认为我们做了政府 大家都很开心 那甚至我记得 我们大选一晚的时候做政府 还有餐厅 在我后面的这一个餐厅 这个food court 直接请所有人认你吃 就是免费 所以我觉得大家的那种高兴 大家所支持的东西 终于换来这一个成果的时候 那种感动是没有的讲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做更加好 所以我自己的时间怎么分配 像刚才你问的 我和我的家庭的这个约定是这样 每一个星期五就是我们的family day 可是星期五又有这个宴会 我只能够载他们孩子三个小孩 跟我太太就在车上等我 我就看载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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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上 就等到十点 我们快跑去看半夜场 一夜喝完了就看半夜场 看半夜场的时候 他们再看我在睡觉 我太累了 不过我蛮感动的 可是替他都很开心 我觉得有点心酸 为什么 我是觉得 我觉得很感动 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像 我不管一个婚姻还是讲好 可能很多人都有很多的 就是讲promise 这样子 可是如果是可以 一直以来都 non-stop这样子可以 一直以来做下去 我觉得是一个 很让别人觉得感动的事情 就算星期五是有活动 你还是会陪你老婆和孩子 学院是去看半夜场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Alice是一个 多么负责任的 candidate 一个候选人 我觉得 可是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如果作为候选人 作为我们政治人物的家人 其实他的那个包容性也要很大 然后有很多时候 就算 有时候我不懂 我觉得好像Alex太太讲的 去看半夜场的时候 他们在看Alex太太睡 如果我是Alex太太的话 我会觉得 我的账户很辛苦了 然后就是那个包容力要很大 因为有时候可能 如果我们比较没有政治的 那个想法的话 会觉得你之前 新加坡公司请你3000块 3000块兑坏了10千 差不多 然后那个还是起薪而已 不是代表说之后还可以再起 然后那对我的家庭来讲 那是一个多好的一个福利 然后可是 你有更好的选择 为什么你要做这个 所以那个包容力少一点都不行 所以 而且有时候好像 我们还要雇家人 雇孩子 我听说之前Alex有讲 在最近才发生日 就是Alex回到家的时候 其实孩子发烧 可以讲来听一听分享一下 其实 在这个是在 上个星期 那其实 我的太太知道 我们在竞选 那她知道我很忙 甚至我没有回家 我就在这个homestay这边 如果第二天早上要 六七点要起来 我就在homestay了 那小女儿生病 她就让我安心去跑活动 就刚好那天晚上 我的衣服 裤子都没了 我要回去换衣了 一看到这么做上 有这一个 小孩子的药 那我就觉得 哎 惨了 没有顾到孩子 当然这个是 她的体谅 她会体谅 我觉得真的 因为一个人 其实我觉得 当自己面对一些困难 还是怎样的话 你可能没有 最爱的人面对困难 那样感到更紧张 对 所以我们 我有看到一个信息 呃 就是 呃 等一下 C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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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说 你已经很好了 已经做太多了 照顾身体 然后 祖德川讲 亲爱的YB加油 然后 所以我觉得 其实挺多人都非常的支持 嗯 然后还有一个人讲说 这个等一下 可能我们可以谈的 秋花 Mindy 讲说 YB很多人都认为 时常有青蛙跳 他们不明白 这个是选五年一次的政府 你要多多分享 说明 这个 这个可以 这个我觉得需要解释一下 这个我可能可以直接 感觉我们突然间谈家里 我们要谈 英语 那这个我就简单的说 你如果要阻止这个青蛙跳 你就是要投这个票 因为 你要知道在 你要改修改宪法 要经过这个三分二 在国会 那三分二的话 你如果不到三分二 你怎么谈都是白谈的 就做不了 那不管是在我们做政府的时候 也没有三分二 他们现在做政府也没有三分二 大家都没有 那既然是这样 已经发生了这事情 让我们马来西亚人看到 你就要面对这个问题 这个事实 真的青蛙会跳 那怎么阻止呢 就是反跳槽法令 所以今天 国阵 或者国盟 他们就是之前 一起来联合 导这个母鱼店下台 母鱼店下台了过后 还是一样 他们的人在做 就有这个Ismail Sabri 那有可能 如果他们再来多一次 再多几个 变成母鱼店的人 再来导他们 Ismail 又再导台 就是换来换去 可能我们五年换五个首相 都是这样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 就代表说 我们马来西亚政治不稳定 经济也不好 外质也不来 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他只有110的世袭 只要三个跳槽 他就倒台了 所以他唯一的出路就是 和现在的反对党谈判 就是有这个MOU 就和希望你们谈一起 那既然他们一起谈的话 合作 不是说合作 让你去为所欲为 把这个国家搞得烂 没有 可是在于 该谈的东西 就谈包括反跳槽法令 那据我所知 明年的时候 我们希望在明年的 二三月的这一个国会 就大家能够看到 听到反跳槽法令 如果你不投这一次 其实你就要等 拜拜 就等这五年过后 这五年里面就有这一个 我们说 偷 小偷 我们都想要防止 这个小偷来我们家里偷东西 可是现在有一个 偷政治的 这个 政治的这个小偷 他可以偷掉我们的前程 偷掉我们小孩子的未来 偷掉我们的这个学业 经济 这个小偷你怎么阻止 就是要靠你投的那一票 所以今天有机会让 阿德里跟这个 我们的希望你们 在执政马六甲 你们可以回想回去 22个月马六甲 我们做得好不好 我相信你们大家 选民心中有数 清明的首席部长 包容多元文化的 这一个能够去了神庙也好 这一个实际 四家院全部都能的 那既然有这么好的首席部长 为什么你不要 难道你要让这一个马来西亚走回老路吗 所以这个简单的说 就是大家回想一下 要不要投 你决定 OK 我们反正现在在讲这一些 比较厚的课题了 因为我们有几个 我觉得这个 我也不懂他是真还是假户口 不过不要紧 我们也是Layan 因为我自己看了我有点火的 你有一点火 因为这两三个礼拜 我一直在Cansington这边 我们就帮Alex做很多的影片 然后我第一天来的时候 基本上Alex就跟我讲 他们这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就是水灾 然后也带我实地去考察 带我去看这个水闸门是怎么样 什么什么怎么样的 然后为什么会发生水灾 他跟我讲很多 然后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影片 那么这些影片其实也都已经放上 放上Facebook 放上网去看了 因为谢谢我们的这个 有一点不知所谓的 不知道什么政府 因为我现在不知道怎样去Status 到底是PN还是BN政府 我只是不知道 所以谢谢他 PN-BN 谢谢他们的乱七八糟的SOP 搞到我们的这个竞选活动 往障碰不能够进行 然后必须要用现在这样子的方式 用video的方式 来去解释我们的一些政策 然后这个人可能没有在看 他可能没有在看Alex的 他真的好像好火 他没有在看Alex的那些video 我们做这样痛苦的video 他没有看了 然后他就问我说 他前面的我就不说了 他讲如果这次当选了 水灾问题几时能解决 好 我们回答这个 没有关系 我们也给Alex一个平台 就是去回答这个问题 可以 既然你们有这个评论 我只能够说 第一 马来西亚出现 除了出现很多情况 也出现很多的这个网军 这一个由敌对党 他们所聘请一大堆网军 让他们用假户口来故意攻击 那我再回应多多一个 为什么水灾 那这个水灾的问题 难道不是国阵60年 所处理不当的东西 导致水灾吗 如果你去跟进我的这边指数 最近的几个这个视频 你就能够了解 为什么马六甲 我说我的选区就好了 为什么水灾 你这样子想象 在一个大河 在达曼摩迪嘎 我们说 我在解释用简单快的速度 从丹宾到阿鲁嘎加 到这个我们说 Gadek这些 然后到这个Dulian Dunga 就又到我们达曼摩迪嘎 这条河是马六甲人最主要的河 我们喝的水从这边来 那当他来到这个达曼摩迪嘎的时候 他在大河的中间 就做了一堵墙 你想象中啊 这个大河 突然做了一堵墙 这个墙 这个河巴 阻止这个从阿鲁嘎加的水来 不要给他一次过 流到这个Kleban的海 经过Kulagadong去到海边 那边有个水站门开到完了 水都不会来的 就算你上面大沿水的时候 为什么水不会去 就是因为这一堵墙 谁做的 这是国政时代做的 为什么会有这事情 他为了游船河 就是让那个船可以再走 马六甲河 那这个事情 在我们做政府的时候 我也没有隐隐业业 我做政府了 就要像我们说南亭点 像这个麦花工会 就要变静静 没有啊 我也敢敢去说这个问题啊 官员也知道这事情 也点头 他也承认这个事情 是最主要原因 所以我们提议 再把这个河巴 这堵墙给它降低 当你降低的时候 水就更加多能够排到海 那从而减低这个水灾的发生 我不敢说100%马上解决 可是至少这个是公认 他能够解决 然后在他旁边 再做这个水灾门 让这个水灾门能够开 把河水更快地排到这个海 这是我们提议的 他也能够 他也是承认 把这个东西 他说撒密上去了 可是我在周一会问的时候 因为变天了 这个喜来登事件 我说 这一个马华工会 就没有资格说这个青蛙 因为他本身 就是和青蛙一起去建 然后就把这一个 成立的后门政府 那他是他这个青蛙的始祖 所以这个东西 他就没有资格 可是他就是来讲这些事情 那我要告诉的一点就是 这个东西提成了 后门政府成立 把这个计划也取消掉 痛苦的就又是人民 所以11月20号 你让我们执政 我们就让你知道 我们可以不会解决 就是这样 好 开心了 如果大家这个朋友 还不知道到底 Alex讲的东西是怎么样的话 因为可能他不是很清楚 你知道有时候人家问问题 他其实并不清楚 整个东西是怎么样 我每次 我听Alex讲那个河 从哪里流到哪里的时候 我觉得他真的不只是看过几次 他已经看到很多次那吊河的状况是怎么样 解释了很多次 如果大家还是不清楚的话 可以到Alex的那面指数 去看回这个水栽的这个短片 那我相信 你看了那个水栽的短片 你就大概知道说 其实他在讲的是什么 那堵墙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们都有拍在video里面去 然后我想要 回应这个CM Law CM Law我相信你是 Malim Jaya的这一个 Bergat Dua的那个商家 这里Malim的水栽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第四地 大家都知道 可是可以解决 就在你想象一盆碗 这个碗 已经寄水了 你要怎么抽出去水 我们就做这个水泡 那这个在我们居民群主 是大家都公开拍照 拍video现场的 我们在有几次水栽 水泡没有操作 等到这关联来的时候 我忘记带锁食一回去拿锁食 都已经淹水了 淹水了 这个东西整个居民 在Malim的居民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气的事情 我们甚至拉了这个 市长在那个群主 然后最后也跑掉了 静静了 也不去处理 所以这个东西 谁在做政府 难道这四言 有这个行动党四言在里面吗 是马华的四言在里面 物统的四言在里面 国盟的四言在里面 可是他们有出生吗 没有啊 保持安静 虽然是静静 是他静静 不是我们静静 那这些问题 就追跟究底 就是他们的无能 那既然他们无能 11月20号 你让我做 我做给你看 好 其实我有一个东西 蛮佩服Alex的 因为之前我们 也跟Alex聊过天 就是知道 Alex不单只是 就是敢去回答 这一些问题 而且他很 proactively自己 去找人回答 所以我发现Alex 他会有很多 WhatsApp Group 直接跟居民 去聊这些东西 就是可能有一些居民 根本就没有跟他问 那个update 他都已经是 先首先去update 那个居民 这个这个这个 发生什么事 我想问你 你这样子做 你会觉得 很大压力吗 会累吗 你你下面的 有投票的那个选民 有差不多三万多 那我们可惜这样的居民 我们有开了 大概15个居民群组 我们几乎在几个大的丹曼 我们都开到一个群组 而且是由我本身开的 那我认为开了之后 我甚至把这个公开这个link 居民就算你是马华 你是民政 你是沽桶 你是这个土团 都没关系 你加入 你有问题 你放 你放了 我们想办法去解决 不是说 我可以去亲手 帮你挖水沟 不是我说 我帮你可以铺路 不会 因为这个东西 是在市议会的工作范围 乡村的话 它当然就在土地局的范围 那我至少是可以 做你的这一个中间管道 我们通过我们的服务中心 由我们的助理 亲自的写信 每一封信都由我亲自签名交上去 然后我们交了上去过后 我们还有在这一个网站 投诉网站里面 去做投诉 那他们就update 有时update了过后 他会讲 暂时没有钱做 就解决 close case 我们再重新再开多一次 还没有close case 这个东西还没完 可是有时官员 他们的态度是这样 没关系 这个是60年代下来 还是国阵 就是马华时代 留下来的东西 我们继续再纠正 我觉得没关系 这个东西不能够 一秒钟就改变了 对 我是这样子觉得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们就是 顺便拿着一个平台 来讲一下 这一个话题 因为其实很多居民 他有时候就觉得 一当一个人 做到YB了之后 就代表那个人 可以什么东西 都可以搞得顶的 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得到 因为你是YB了 这样子 可是其实有很多东西 好像刚才 Alex有提 不是under那个YB的 怎样讲 资权可以做那些东西的 有一些可能是 在市议员下面 有一些可能是 在其他的部门下面 这样子 对 这个可能我补充一点 就是在 如果我说 比如说在 Tama Medikan 或者是我们说 马拉克巴路 马拉克巴路居民 有在线上 谁害一下 帅牌害心 帅牌害心 在我们JAPRON 就是那个潮厂那边 有一个 这个我们讲 Blai Raya 他放着空了 那在我们时代 我们把它就善用 给他准修一下 买了一些棋 下象棋 或者是这些棋 然后里面放冷气 给他们去开 老人家亲自去那边 可以白天有东西做 因为我们看他坐在路边 或者坐在那个屋子旁边 这样子下棋 我让他们有一个 大家都开心 有一个寄托在那边 这个是一个好的东西 可是过后 变天了就不见掉了 那个东西就关掉了 那第二 在我们这一个 Malim Abadi的 他也是有一个礼堂 我们那礼堂 甚至跟他维修 帮他游过去 让那个人家 可以打鱼球比赛 什么都可以 现在你去看变什么 像一个垃圾场 战场这样 玻璃也破 什么也坏 难道这个是在西蒙执政所坏的吗 是我们把它坏变成好 由现在的这个执政党 就是马华 跟这个执政党 务统他们做 把好变成坏 我在说 Kampong Limongan 他有一个Blai Raya 已经废植了 超过五年以上 他就是人家在那边吸毒 毒品交易 我们把那个东西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重新翻新过 变成民众会堂 居民在那边可以开会 可以补习 可以做什么 那这个也是在我们西蒙时候做 把你更加烂的东西 都给做成好 那这些点点滴滴 你可以看到 我们是很努力的 西蒙执政 很努力的在纠正所有 小小样的东西 到大大样的东西 我们都在讲 这是西蒙跟国阵国盟的分别 那你在做议员的时候 我们面对很多这样子的一些问题 投诉什么之类的 你有遇过让你最感到生气的case吗 最生气的case 有啊 我曾经有一次 遇到 这是我人生中 我觉得我 吵架最大声的一次 真的哦 为什么 跟谁吵架 OK 这一个吵架的是有原因 甚至报警 哇 那应该要听一下 我们的服务中心 那时候就来的一位uncle 七十岁 这个uncle是住在 所以我们不说 可能uncle有在 hello 还是朋友啊 可是这uncle 一上来我们的office 就说 YB我现在中啥曼 我车没有放coupon 我中啥曼 没有放那个parking的coupon 我来找YB 要你就来office等哦 我叫你过来office 我在外面 等一下我才回来 他一到office 马上直接跟助理讲 他不要 跑去我的房间 坐在我房间 我要在里面房间等YB 当然不能啦 他们就赶他出去 不可以这样啊 有规矩的嘛 他跟他打架 七十岁 跟我们三个员工打架 他打那个门柄 把断掉 哇 这天哦 我听到他们吵很过力 我的助理 他有一个黑在 他一打很怕 哭了 我就马上赶着回来 我直接骂了 骂很过力 骂到他惊掉 叫警察来 去警察局问话 去警察局问话 他说 我怕你们 我跟你的谁谁谁讲 你们行动当的谁讲 我很熟的跟他 我讲你去讲 几手多少都是你 我都不理你啊 所以我觉得在这时候 有些时候是 有手而有手不为了 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 你做一个议员 真的也是不简单 你要面对每一天 不同不一样的人 他的性格也好 他怎样来处理事情也好 当然我相信大部分居民 都是比较属于很理智的 很友善的 很友善的 可是还是有一些 一小部分的居民 可能他是会有那样子的性格 所以其实做一个 身为一个议员来讲 可以讲 其实我们都是蛮大压力 不过我想其实 有时候我们也 在我们做服务的时候 很多时候呢 受委屈的会是我们的 服务中心的一些职员 因为这些职员 是直接面对选民 对 像刚才那一位 不过我听了 那个故事 我只想说 Uncle好老当一壮 三个年轻的打不赢 然后可以 霸掉那个门把 好厉害 那我想问一下 接下来 就是刚才讲到 很生气很生气 有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你跟你居民 的相处的时候 让你会感觉到 非常感动的 一些事情 让你觉得 做议员 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这一个有 可能有好几个case 那我第一个case 我想跟大家分享 感动的case 有 对 这一个 他是有族同胞 他们一家有八个小孩 那他的 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华人 也是错误观念 我们说有族 政府会照顾的 其实有嘛 你们去问 为什么今天会变天 为什么会有 怎么说 三四十巴仙的马来人 要变天 反这个政府 因为很多的 地下城是没被照顾的 对 这个是一个事实 那我告诉 这一个例子是 他们两夫妻 已经是因为家庭因素分开了 那可怜的是孩子 五个孩子 六八个孩子 五个孩子是没有 没有 没有抱生子啊 没有IC啊 为什么 他是公民 可是他没有 没有去注册 因为家 他有注册 他有注册 用双亲的关系 父母的关系 他们也爱理不理孩子 这样 就是他们有注册 那个certificate 对吗 有一个他生了过后 他就带他回家了 抱生子也没做 就是没有做 那他很可怜 他甚至带我们一个居民 这个居民叫Michelle 带住了他的工人找我 跟一个我们的党员 叫美思 一起来 我听了这个Case 这个东西应该要帮他 他说他们之前曾经 有找过 可是他们就是有一些人都不帮 虽然是他们是有足找 有足也不帮 那我虽然是华人 我是华人医员 可是我是马来西亚的医员 我就帮他 从头跟进 我甚至还 她妈妈又在KL做工 在那个巴胜 甚至几次 还是我们自己出钱 叫我的这个助理 开车去载他 我甚至有一次 是MCO的时候 我被逼我自己 亲自跟着那个车 载着他的孩子 再谈妈妈下来 因为要interview 官员要interview 所有的文件 我带来我们行动党的 虽然是DAP的office 有火箭的 马来人开始不怕 他觉得至少我们DAP的医员 火箭还在帮马来人 所以从头处理到 甚至在跟他填表格的时候 官员还讲 叫他妈妈写 他写的时候 他妈妈不到会写 那不会写怎么办 他孩子其实才读到六年级 也没读到书 也不大会写 然后官员其实你应该要自己帮他填 他没有看着 他讲他就很怕 我自己填 我变成功人 变成实际 我就这样子做 帮他做 从头做到完 然后官员检查 他现在拿到了 全部都拿到 现在最后一个还没拿到 那个已经送上Putrajaya了 在等 这不是公民权 这个是他的文件上的一个处理 补发文件 那公民权也有 那我们手上有着一百多个人来找我们 有一些已经拿到 可是 当然有些人会误解说 我们没有跟他Full up 可是公民权我们所知道的 他在 超级难住 对 他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曾经问过 他只是处理2016年以前的文件 对 2016 2017 2018 2019 你在申请的人全部等 要等到之前的处理 而且很慢 他们做这个东西 那这个当然 当时的我们虽然讲 像你们西蒙做政府做不要解决 可是有些东西 不是由你讲 那个部长是谁 是我们之前的这个首相 任务尤丁他们 我们不说怎么样 是什么原因 可是我只能够说 很多时候 反而人民会误解 讲到 是那你们行动党这样这样这样做的时候 没有做这个好来做这个 当然我够希望今天你一执政 明天马来西亚变好 所有没有公民权的人拿到公民权 今天你执政 我们马六甲突然间变得好到完 官员全部听话 你叫到投诉A 明天就来跟你做B 做好给你 我也希望这样 可是有可能吗 不是一下子滴一声 那个神灯就跑出来帮你解决 不会的 我觉得 其实也是 你想想看 好像我们这种 成年人 也不会去相信 什么灰姑娘的故事 什么有一个pumpkin 就突然变成一个马车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 就是去幻想一个政府 一投票了 赢了之后 就直接可以做 一天两天内里面做改变 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看 虽然不是一两天 22个月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的 只是 有些时候我觉得 也要看媒体报告 也要看那个人 是真的有follow up 那些news没有 之类之类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 focus在我们之前 西门做了一些什么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我想借用这一次的 这个平台 可能线上有几百位朋友 请大家帮忙分享出去 这个视频 我觉得是蛮重要一些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无论是比较私人的 或者是比较公司上的 那我就今天谈谈家卫文好吗 可以 不敢谈啊 可以啊 我甚至在 在这一个妈妈当个人家 吵到早上 我告诉他事实 我不要说 转拐弯默取的东西 第一 因为我的孩子本身在读书 他在这个是五年级 一个是三 那时候读三年级 一个是五年级 当这一个媒体报导的时候 2019年的时候 他们就是有这个老实习上课 准备要教这个明年的新书的时候 他就发现到了 为什么这个叫一文有留面 要怎样教你 甚至教你怎样写这个 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 我拿一个例子可能不是的 比如说电话叫telephone telephone叫一文怎样写 他已经有在那边了 可是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做的 可是我们被逼吃死猫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我孩子五年级 我甚至在这个facebook 我公开 他的马来文书 其实这个在六年前 就是说国政执政的时候 那个书已经有这个姚卫文了 那为什么变成是我们的错 我们是面对而已 那既然面对的时候 我们甚至开会再谈 要怎么把它减轻最低 当然我想告诉 我想告诉在座的每一位 如果可以的话 就像我们说王小婷说 死掉 你叫他现在死掉 还有死到吗 还没有死掉那三月 我把它变 我们把它变到最简单的 那个一个钱币的介绍 这是什么 这是bank 可是还有学校决定 不要读也可以没问题 可是 当然这个有点敏感度 如果说我们当天 把它全部变到完的话 今天可能变天 不是在2020年 2019年就变天了 因为回教党跟巫统 一定大大力的在所有的乡村 行动党是反马来人 反摇一文 全部他可以 只有什么都可以诬蔑我们 所以我个人 以一个年轻的意愿 我是认为 因为我的孩子本身 看到那一面 我知道 这一个东西 甚至媒体天天报导 第一 头版了吗 头版 每天头版 我还收集整个 接近有整20到30多天 每一天头版 可是当这个后门执政 拿去的时候 我还记得 马汉顺他亲自在 这个报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文化的交流 可是他报导不是头版 他报导的最小 第几版 第四第五版 而且小小篇 看不到了 你要放大镜才看到 这一个 我不责怪任何人 也不责怪任何的媒体 因为这一个媒体自由 可是我要提的是 希望华社可以认认真真想清楚 我们是否有做到这么糟糕 我们已经把东西 有时候该做的 希望有些人在说 那你这个麻辣 麻辣 拨了那么多 好几十亿 那你当然 你华校 你拨一个一亿多 那一亿多 至少我们再增加了 好几千万 这些也是好事 对我来说 有增加就是一个进步 一步一步来 那当然这些东西 就是在马华工会 所不敢公开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对得起天际良心 选民的远景是雪亮的 11月20号 一定要投给我们 让这一个风潮 改变整个马来西亚 对 接下来的全国大选 我们马来西亚就有希望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我觉得有些东西很重要 就是让马六甲成为一个引领 这整个政治环境大改变的一个领头羊 因为其实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 我们经历才三年多 三年多 我们这三年多 就一直有那种 就是刷人头的文化 跳槽的文化 然后就是 全部被Numbers所占据我们的生活空间 其实我觉得相信很多 很多选民的确实是很厌烦这个东西 但是不是很累 很累 不只是他们累 其实我们这些人物也累 我们也累 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抛弃这个文化 就跳槽的文化 就是那种买人的文化 然后是不是可以从马六甲这一边 就show给全世界看 我们真的是够了 Enough is enough Enough is enough 我都差不多要讲错了 所以我就觉得 有时候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 马六甲就是一个Billion Ryan 就是一个周旋这样子 就可能没有那么重要 可是其实在政治里面 没有东西是不重要的 每走一步 每一步的选择 每一步的后果 都会带来一个更加强大的后果 所以就像好像Billion Ryan Negeri这样子 可能是 他只是一个Billion Ryan Negeri 可是他也是代表一个居民 或者是马来西亚人的态度 我们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个东西 到底我们对这个东西有多反感 其实你就可以把你这个感受 来变成一个票 然后就在这个 11月20号 投出去 让这些politician 让这些barisan national 或者Prikatan international的 这一些政治人物看到 其实居民选民和马来西亚人 是不能接受这种文化的 好 那么我想我们今天 为什么啊 为什么我们 轻松的变成一般的扯到马去 不过我觉得也是蛮 怎样讲 是蛮有责任的 因为我们看到了 可能是选民的问题 不管是不是选民的问题 虽然就是 它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们就要去回答 正式的回答一下 所以让大家看到 我们是一个 愿意回答问题的候选人 那你看到 我们线上有两位 其他从雪兰德州的议员 你们就能够知道 现在马六甲 我们也派出了 十位的年轻人 四十岁以下 就和我们现在 你所看到的 我你他三个人 那证明年轻人 一定会想办法 把这个州属 这个国家搞好 那你如果相信我们 我们会证明给你看 可是条件是 你一定要11月20号 告诉你的身边朋友 来投我们 那如果你不要投 你就是证明说 你把他这个机会都放弃 那你到时你愿不得人 他如果有国政 或者国盟 或者伊斯兰党 再跑进来 有这一个 市议员 有伊斯兰党的人 跟你搞东搞西 把这个什么政策乱改 你相信 马华工会的人 敢出声 那你就 我们放眼前来看 这个事情 我觉得 这个也不是说 我们在威胁也不是 可是政治人物 理应有一个 该有的眼尖 然后我们把它分析出来 让到人民能够去 一起来分享 跟这个分析 你可以做决定 因为毕竟那一票 还是你手中 所以我觉得 Alex有一个口号 他这样说 1月20号投票 他讲说 1120 一定会赢 一定要赢 一定要赢 所以希望大家 永远地记得这个 然后要怎么才能够赢呢 就是选民 请你们真的是 履行这个投票的 这个任务 那我们两个不是 雪州 我们是雪州的 我也想为你 投一个票 可是我们投不到 然后我们自己 在那边画插 自己画自己爽 所以希望大家有票的 就请你一定要投票 因为你的票数 就是代表了你的态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两个议员 从雪州下来的 虽然雪州离 马来西亚也不是很远 可是我们都是 很时常这样跑过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的选举 其实不单只是 对马来西亚的选民很重要 其实对雪州的选民 也很重要 对马来西亚人也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 你投的这一票 不要只是把自己 当成是一个普通的选民 你是代表了 马来西亚的声音 而且我还有选民跟我说 之前其实我会很担心 因为我来这边助选 然后我就 我就没有办法 就是完完全全 去顾到我这些选区 可是我的选民都会跟我讲 歪比你要去马六甲 加油哦 马六甲加油哦 然后我的选民 就跟我讲 哇我觉得好感动哦 就是有那种 solidarity的感觉 对 所以这个不只是 好像阿里亚讲的 这个不是 只是马六甲的事 不是只是Alex的事 是我们大家的事 OK 再讲下去真的是扯了 骂了 OK 那么我想大家的这个问题 我们都已经差不多了回答到 OK 那么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呢 可能可以 也可以继续的留言在我们的 Alex的这个面子书这边 也请大家帮忙 把Alex的面子书推荐给更多 更多你的亲戚朋友知道 让他们去like 让他们去share 那么有更多的资讯呢 我们都会在这个Alex的面子书这边公布的 那当然我们要打个小广告 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呢 我们就会同样的会有 这不是这样交心的一个过程 交心的过程 今天只有今天罢了 那明天呢 我们会有这个马来文的这个chrama 线上的chrama 那么如果大家觉得说 我有马来文的朋友想要听听一下 Alex讲什么 可是我华语都很难介绍给我朋友听 那么请他们留守 明天晚上 Alex的这个面子书 有马来文版的chrama OK 希望大家可以明天晚上再见 来Alex 最后讲几句 然后就拜拜 要完了 我还有 最后你可以当他chrama 也是可以讲 你还有要讲的 你可以讲多少 可以讲多半个小时吗 那我们就继续 那我是说 我在前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那如果线上你们有在做生意的朋友 有在从商的朋友 你们大家一起来回想一下 或者是大家一起来分析 这一位朋友 所打电话给我的这个言论 他告诉我 YB 他是一个我们说 在好几十年前是蛮出名的一个商家 他直接告诉我一句 YB 我们还是决定 这一次 一定要投西蒙 没有办法 我不投的话 我觉得马六甲的这些商家 我们以后的前途很惨 他直接要告诉我 他们已经决定要这样子做 他也告诉他生意的朋友 一定要投 不管人家 在外面讲气山东 讲气故意 制造这些混乱 什么投票是红色的 西蒙是红色 他去到里面投不到没有红色 然后这些东西都 他对他来讲不重要 他告诉我一句 因为他们已经分析了 他们是觉得 Adly做的时候真的是好 这一次难得有机会做 为什么不要给这个机会 那线上的朋友 你赞不赞同这句话 那如果这个你是赞同的 今天就是因为少了 你拿一张票 我觉得很可惜 那对我来说 你在这个11月20号的关键点 你可以为你的孩子 你的这个商业也好 你的经济也好 都能够带来一个全新的改变 为什么不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大家应该 尤其我们华社也是要去深思 如果今天西蒙真的是这么差的话 那我无话可说 可是我看到的是 我们西蒙里面 尤其我们新东党 所有的国州议员 都非常的努力 迈力着要如何为这个国家 这个我们爱的州属来 贡献这一份力量 我们真的是需要你 所以因为我们需要你 所以我们觉得 11月20号你一定要投票 而且你一定要告诉你身边朋友 包括在马六甲也好 马六甲以外都好 Johor 槟城 KL 全部都嫁回来 因为这一票你投了之后 你才会知道值不值得 你不投你永远不知道 你只能够在旁边讲 在那边奚落 都不用投了 没有投 你没有投的话 到时你才看到了 伊斯兰党进来了 有他的议员 有他的行政 甚至他说他如果胜的话 他要委任五个官委议员 就那五个也是可以投票 可以做东西 可是他不是你选的 到时有 你讲我不要投啊 不要投 我没有选BAS 可是BAS 被他委任进来的话 你要承担 因为你没有一起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责任是大家的 国家是大家的 那我们的州属马六甲 也是大家 我们马六甲 马六甲 毛甲 毛甲人 毛甲人 所以既然你是毛甲人 我是毛甲人 我们真的是要一起努力 没有你们真的是不能诚实 还差了一点点 就看到成功了 为什么不帮帮大家呢 这是我个人的这一个呼吁 那你们可以去谈谈 去想想 是不是真的 你可以身边去问问一下 他的整个状况是怎么样 可是我个人看法真的是 需要你 好 那么我们最后两句口号 结束今天的这个谈心的过程 一个是票投西蒙 从政古城 另外一个是 1120 一定要赢 OK 那么我们明天晚上的马来版的 这个曲拉玛再见了 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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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谢守清 N19 格西档希望联盟的候选人 我所认识的前首席部长 阿德里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支持他有三个原因 第一 他的为人非常的温和 对于每一个人 包括人民也好 公务员也好 或者是商家企业来见他都好 相信所有的人都对他有一个同样的感觉 他非常的亲切 第二 他是一位非常勤劳的首席部长 那我们可以通过他在每一天从早上 几乎就是到晚上 曾经跟他开会的时候 有时候都是他看到晚上 有时边是边在开会 甚至星期天也不例外 第三 他是一位有自己对于政治的组建的一位政治人物 该强硬的地方他强硬 该放软的地方他放软 那对于如何去处理不同的这一个看法的时候 他都能够到最后有一个总结 让所有的事情顺利地进行 票投西蒙 从镇古城 请投我谢守卿 N19候选人一票